螢幕部分也讲完了,我们接着讲录影的功能 这个萤幕可以直接把我们看到的影像录进我们的SD卡 所以你给像是场记啊,或是需要重复确定我们影像的人看的人的Jesus Christ 我们萤幕的部分也讲完了,我们接着讲一下 萤幕的部分我们也讲完了,我们接着讲萤幕录 萤幕的部分我们也讲完了,我们接着讲录影的部分 它直接把我们看到的影像直接录进我们的SD卡里面 真的是超级方便,所以像是场记啊,它可能要去查一下 我们上一颗镜头,或是美术看一下我们到底上一颗镜头 会有什么东西挪到了之类的 它可以直接回放我们的萤幕记忆卡里面的Jesus Christ 萤幕的部分也讲完了,我们接着讲录影的部分 它直接把我们现场看到的影像 录进我们的记忆卡这么方便 所以像是场记啊,或是美术要看美术的位置啊 或是谁要去检查说我们写的戏,要左手右手啊之类的 我们回放不需要去碰相机的,我们直接按停止 我们直接进去我们的播放页面 看我们刚刚录的什么东西,多么方便 我们评思! 无论! 收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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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鞋子